第三课 一盒月饼 课文 一盒月饼 清晨上班 走到公司楼下 迎面站着一位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他打量了我一番 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 我停住脚步 疑惑地问 您有事吗 他搓着手迟疑地说 有件事想拜托你 您说吧 只要能帮的 我一定帮 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 宝金沧桑的脸上流露出朴实 一双过于操劳的大手 胡须起码一个星期没刮了 南方口音 果然 他来自南方的一个乡镇 原先是裁缝 现在在我们旁边的港口干活 他女儿在上海 中秋节快到了 要给他寄盒月饼 可他白天在工地 地址没发写 想请我帮他代收一下 这个忙好吧 您不怕我把收到的月饼给吃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笑着说 不会 你和我女儿一样 丝丝丝闻闻闻的 一看就读过书 心眼好 守信誉 怎么会欺骗我呢 他说 女儿念了硕士 有学位 在一家一流的公司上班 是个主管 还有助手 怎么也算得上市公司的骨干 说起女儿 他满脸的骄傲 我记下了他的电话 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 他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满怀喜悦地走了 第三天中午 我收到了一个重重的包裹 发见人叫张新月 我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给他发短信 他也不回 直到下班 仍旧没有音信 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 抱着包裹就往工地跑 找了一位工人 请他帮忙找张师傅 一会儿 浑身汗水的张师傅来了 他见了我 又是道歉 又是感谢 说今天特别忙 手机没电了都不知道 说着就要拆包裹 非要请我吃月饼不可 我说家里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 还是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吧 电话通了 张师傅满脸慈爱 笑得别提多灿烂了 欣欣 月饼爸爸收到了 我身体好着呢 别惦记 好好工作 别给爸爸丢人呢 讲完电话 张师傅还没忘了 向我炫耀他的女儿 要面子着呢 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看得出 女儿是他的幸福 课文 一盒月饼 清晨上班 走到公司楼下 迎面站着一位 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他打量了我一番 到嘴边的话又不说了 我停住脚步 疑惑地问 您有事吗 他搓着手 迟疑地说 有件事想拜托你 您说吧 只要能帮的 我一定帮 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 宝金沧桑的脸上 流露出朴实 一双过于操劳的大手 胡须起码一个星期没刮了 南方口音 果然 他来自南方的一个乡镇 原先是裁缝 现在 在我们旁边的港口干活 他女儿在上海 中秋节快到了 要给他祭和月饼 可他白天在工地 地址没发写 想请我帮他代收一下 这个忙好吧 您不怕我把收到的月饼给吃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笑着说 不会 你和我女儿一样 思思文文的 一看就读过书 心眼好 守信誉 怎么会欺骗我呢 他说 女儿念了硕士 有学位 在一家一流的公司上班 是个主管 还有助手 怎么也算得上市公司的骨干 说起女儿 他满脸的骄傲 我记下了他的电话 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 他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满怀喜悦地走了 第三天中午 我收到了一个重重的包裹 发见人叫张新月 我马上拨打张师傅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给他发短信 他也不回 直到下班 仍旧没有阴信 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 抱着包裹就往工地跑 找了一位工人 请他帮忙找张师傅 一会儿 浑身汗水的张师傅来了 他见了我 又是道歉 又是感谢 说今天特别忙 手机没电了 都不知道 说着 就要拆包裹 非要请我吃月饼不可 我说家里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 还是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吧 电话通了 张师傅满脸慈爱 笑得别提多灿烂了 欣欣 月饼爸爸收到了 我身体好着呢 别惦记 好好工作 别给爸爸丢人呢 讲完电话 张师傅还没忘了 向我炫耀她的女儿 要面子着呢 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 看得出 女儿是她的幸福 生词 月饼 清晨 迎面 模样 打量 翻 搓 迟疑 拜托 宝京沧桑 流露 朴实 过于 操劳 胡须 骑马 口音 乡镇 原仙 裁缝 港口 思纳 思纳 心眼 信誉 欺骗 学位 一流 主管 助手 骨干 小心翼翼 喜悦 拨 仍旧 隐约 浑身 馅儿 灿烂 惦记 丢人 炫耀 面子 辜负 期望 去 广 宝 学位 寻 学位 感谢观看